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继续翻 回到直播环节 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来 又或者给个电邮我们 电话热线是204-6566 电邮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身边的嘉宾轮到郭先生和我们聊天 郭先生 你好 你好 这一节就是最后一节的Q&A 有什么可以打电话来 先听第一位家庭观众 是潘先生在旁边 嗨 郭Sir 你好 你好 我想问大市调整月底 还有有些好仓在22,700-22,500 我没有加仓 好 好 行指方面 暂时来说跌近157点步 23,133点 之前和郭Sir谈过 5月份来说不是太穷 累积的升幅有950点左右 究竟这个升势可否延续 后市方面又怎么看 由5月7日的低位 21,680点开始的一个小升浪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在技术上仍然处于 续沉顶的形态 由于恒指在早两天 已经升破了4月10日的高位 23,225点 即是说现在说一个走势 是有利于进一步挑战 今年1月2号的高位 23,469点 定了大市的形态 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有变呢 看10天平均移动线 现在来说大概22,996点 如果你说 技术上恒生指数 一天仍在10天线上走 整个势头 继续向上望 但你问我可否加仓 我有点保留 因为22,996 如果计算今天在内 应该大概23,040点 现在在阻止水平 距离现指是差18点 有个威胁性 如果现在恒指 相对10天线是3、4、8点 升离了 没问题 加仓 再看好 但现在来说是很接近 有点转身反复 已经可以触及10天线 一旦10天线有失 整个续沉顶 续市顶的形态 将会转移为反复代变 那一刻 比较具防守性的支持 会退手到20天 甚至50天线 所以现在这一分钟 是磁形保态 你的指赚 放在10天线 我不理你哪一天 总之一穿10天线 理论上 仓少就无所谓 仓大的话 一定要减绑 因为22,600 22,700 你相对现在23,100 是500点 23,100点的指数 老实说 2、3% 已经到你的买博指数 这点你要留意 当然知道 10天线不失 仍然有挑战更高的指数 的机会 但由于 厌子10天线太近 所以 现在这一分钟 去加仓 很可能会冒着若干 反复的风险 我就觉得 静观其变好过 不如这样 放下指赚在10天线 好吗 嗯 可以 还有其他东西 我想问 买股 还买哪里 好 其实这一分钟 市已经升到 23,000多了 再买成份股 摸高了一点 那如果 纯粹抱着 我今天买 食未来的几百点 如果有机会 真的上到23,500 的话 不用说了 一定是大蓝筹 包括是汇控 包括是长和 还有可能是港交所 这些 但没有肉食 为什麽呢 你再买下去的话 它升一元 升过半银钱 你转身也转不及 但它指数已经升了几百点 那没有太大意思 反而 如果你是有一个中线的心态 你要买一些 是有条件升 但是 股价暂时来说 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板块 才行 当然 如果你说 真是进可供 退可守的 仍然选内银 中行、工行、建行 这三只 因为息口高 暂时来说还未随正 但如果你说 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直博率 那就是内房股 因为内房股现在还在低位 一旦市场的信心一回复的话 由现在这个价升20% 30% 我觉得不是太难的一件事 就看看你短线还是中线 这一分钟 入手 预作短线的话 只剩下来的 只是适宜选内房 在随程前 希望有少少的升幅 如果你中线的心态的话 我觉得 内房应该可以考虑 内银是适宜短炒的 好吗 好 谢谢潘先生来的电话查询 下一位家庭观众 是冯小姐 是的 谢谢你 冯小姐 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游606 现在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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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我们先看看情况 股价就好像在沉低位 亦都见到新低 两个百合本距的低位 暂时来说 跌幅显著 都跌成超过百分之三 606方面 中国粮油控股 郭尚这一只未有货 怎么部署 公司发了刑警 其实来说 股价正在是逐步逐步受压 尤其是这一分钟 跌穿了 早前的低位两个九合一 属于一个续沉底的形态 首先来说 有部分人包括你坐内 希望在跌市当中博反弹 我给你看看 如果下跌当中成交少 就没问题 你下跌当中 你看看这支阴烛成交多少 你看这支阴烛成交多少 即是说两天的沽压是重的 如果你真的要博反弹的话 不要紧了 反正它都是续沉底 希望第三天有个技术上的反弹 因为就算基本因素比较差也好 股份跌得多是超卖的 超卖肯定有少少反弹 有少少补仓 你要捕捉这个反弹 不要紧的 问自己 赢了一毛子两毛子 你可能很满足 那输一毛子或者两毛子 你先走不走 你想清楚才做事 如果你说我两个八毛半 我博的 万一不对板跌到两个六人钱 我就止损了 没问题 你就卖跌 反正你都是要博反弹 这一分钟如果有任何反弹 初步的目标 应该是三分零五仙和三个一 这个也是十天二十天五十天线所在 顺便一提 早前来说 在十二十五十天线流上整固 一定不可以跌穿 一旦跌穿了 裂口低开之后 一下两下就插了下来 如果没有做少少风险管理 根本上就锁住了 不过就算你有做风险管理 你都未必走得到货 所以股份有些事真的很无奈 你问我可不可以博反弹 我就觉得应该不要博反弹 因为整个形态是处于一个沉底的形态 到底哪一分钟是底 你和我都不知道 直到那一分钟有少少反弹 才知道原来刚才见的是低位 反弹完之后又怎样呢 基本因素欠逢的话 它还是向下走的 你不懂得转身的话 这类股份不适合来玩的 最低限度 一日指数仍在十二十五十天线流下 整个形态仍处于一个续沉底的格谷 可以买 不过两个六是指示 愿不愿意上车 愿意的话两个六你要指示 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 买一点薄一薄 问题不大 好吗 冯小姐 好了好了 谢谢嘉宁观众的电话查询 郭sir 回到email 就是关太的 想问郭sir编号778这个股份 智库产业信托 应该买入价非常漂亮 五个八毫六就入货 现在未跌六仙报六个八毫四 在赚钱 所以就想了解现在 可否先沽一半 我没有透露到他持有多少 应该全部持有多少 或是应该就一半 赚率不错的 五来几的 不过不要紧了 你买入价买得相当漂亮 放在纸赚 好吗 这一分钟听清楚 十天线是六个七毫一 我就给你六个七仁钱 总之 不跌穿十天线 你可以继续向上望 看有没有办法 突破一个月的高位 六个九毫半 不过我觉得 累积的升幅已经相当多了 不要太贪 我给图你看看 早前在五月份的时间 应该是三月份才对 三月份的时候 那一分钟 都仍在五个六毫八 在短短这两个月 已经升了20% 不要紧了 十天线不失 就继续向上走 不过如果一旦十天线失手 我觉得赚了算数 这点你要留意 十天线暂时来说 应该是六个七总的水平 如果你说突破六个九毫半 将指站位置放在六个八 继续向上望 无论怎样 十天线任何一天 总之我不管哪一分钟 有失的话 起码走一半 OK 七七八就入得很漂亮 同样地 都是问另一只的risk 就是1881 这只就要付产业信托 反而这只就未有货 而股价方面 在2.08的水平 暂时就没有升跌 如果这只来说 关太就想了解 如果现在入市的话 这只会不会贵了些 其实刚刚相反 我觉得就不是贵 一年的高位2.92 相对一年的低位1.98 来说 现在贴近一年的低位 其实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都是整固等变的 如果你说买少少的 我觉得问题就应该不是那么大 不过暂时没有太大的憧憬 或者这样说法 股价走回一阵上去 去到2.01前头 即是现在这一分钟 已经技术上来说 有少少放慢 唯一要说的就是 经过一轮下跌之后 现在略走回到10片和20片线 流上 如果进一步向上走 一定是挑战50片线 波幅很小 几分前 如果你是不介意 买少少做一个中线小部署 我觉得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不过老实说 你贪得稳定买它 我没有说话说 但既然是有下跌的风险 他和内房两个板块比 我就情愿选择内房 最低限度 有比较大的直播率 好 谢谢 多谢关太给我们的电邮查询 郭老师 其实都想多问 市况方面的情况 因为时间都不太多 我们都继续跟进一下 恒生指数现在跌147点 报23142点 成交金额去到423亿 刮企指数跌54点 报10313点 成交金额 今天来说 好像比较失望一点 郭老师 经常都说 如果要升市的话 成交一定要配合 似乎今天的市场 不是太争气 看回过去的几个交易来说 比较强势 都是一些蓝筹股 或者是所谓的 和经济周期敏感度 比较高的股份 因为最近都出了 汇控方面 和官方的PMI数字 出得好 所以资源股 或者水泥股等等 其实都向好的 加上刚刚提到 你最爱的想法就是内房 或者是内银股等等 郭老师 暂时来说 有什么可以部署 常常叫大家 现在可以买内银股 因为可以做收息的动作 除了内银股 还有什么办法 可否具体一点 拿一两个来 给大家提示 如果你说这一分钟 你又怕输 但你觉得市场 还有机会升 希望捕捉一点 真是中行、公行、建行 三个都是恒指成分股 现在息率真的不差 但如果你说 我是不想博这些短炒 我情愿等我去买 我亦都没有意见 因为由21,000到810点开始的上升 技术上市虽然还是处于一个肉市顶的形态 但刚才和第一位观众说了 恒指他们的十天线很近 稍为转身大一点 已经出现一个跌破讯号 一旦跌穿了 整个大市 将会陷入一个反复代变的形态 不过六月初旬的事 我仍然有条件 走高一点点 但我不是鼓励大家去追货 因为去到一个比较高水平的时间 万一在中旬之前 有少少黑天鹅事件发生 会成为大市反复回调的借口 到其时多就没有 一千几百点的下跌 我相信就在所难免 你问我 什么股份可以直博 假设现在还有多五百点上升 这五百点上升 由什么股份拉动 一定是主要的 传统的蓝筹和成份股 但问题就是 你去买这些传统蓝筹成份股 如果真的升五百点的时间 股价在上升的幅度很小 不会太多 你根本上没有条件 也没有机会去转身 索性是这样 不如就观望算数 那么多只蓝筹 最强势当然不用说详实 但详实这个价已经不算便宜 一旦有少少高台的整固消化 吃虧的便是自己 所以最好就是观望 况且这些暂时升到现在 成交金额都是欠奉 我不觉得市会慢慢爆发一个中期升浪 反而我担心就是 7月8月期间 互联互通机制退行之前 A、H股差价问题始终要解决 H股相对比较高 A股相对比较低 最终来说 可能A股做好些少 H股又落些少 既然是这样 现在这几分钟再无进去 我担心水位真的不是太多 至少短期是这样 好啊 谢谢郭sir 好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 休息一会 待会四点后 和大家看看大市 今天收市的情况 好 郭sir 我们先做新报 说股份是哪些责资 我仍然持有内房 我仍然持有内银 好啊 很详情都是收息的 郭sir 先休息一会 待会再谈 但是走路 好 妈我先你看到 有点